16号为期两天的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闭幕 北约方面决定将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 包括提供更多重型武器装备 北约各国防长当天还就北约未来规划和部署进行了讨论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将在东翼前沿地区部署更多部队 以实现加强防御和实现快速增援 北约还将设立一种新的部队模式 将处于更高战备状态的特定部队 预先派遣到特定国家加强当地防御 并实现更快速的增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16号对此表示 利用乌克兰问题 北约正将欧洲推向前所未有的军事化 西方宣传北约是防御性质组织的论调 完全是虚构的 北约的目的就是在欧洲大陆煽动对抗